歡迎來到開心居家這個環節 歡迎來到開心居家這個環節 但如果我們買了樓或者租了樓的話 都會覺得看到海景當然是頂呱呱 水為財水為財嘛 當然是不是呢 先問一下嘉賓 還有我身邊的就是風水言樂家 洪耀藍師傅 洪師傅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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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為財水為財 是不是真的水為財 當然啦 水當然是為財 對不對 水怎樣為之好水 可以告訴你 水最重要是清 深 還有流得慢 就是好水 夠清夠深 流得慢 我們先說一下香港 我們經常見到維多利亞港 維多利亞港 是不是屬於你所說的好水 是啊 因為水進來 吸水門 進來之後 流過維多利亞港 海岸比較闊 入床入得多 出水來講 魚門出水 水口炸 就變成用錢用得少 加上出水 還有一個禽星室水口 那個就是東龍島 變成更加無限 對不對 所以來講 入床入得多 洗就洗得少 當然是聚財 現在大家見到 維多利亞港 都進行很多不同的田海工程 田海對香港這個吉水 有沒有特別影響呢 那田海當然當然有影響 以前來講 就彎彎曲曲的 焗水就有情 現在填了海之後 變成值得脫 還有 海又變成寬度 又窄了 那入錢就入得少 還有 焗水來講 以前有情 現在變成值水 就沒有情 做生意的人 比較自私 心肯手辣 一點 入就入錢 賺就賺得少 我們先講回家居風水 水對於家居來講 是怎樣分哪些水 是屬於吉水 或者哪些水屬於空水 吉水來講 你看到你自己的單位 對著出去的 外面的海 最好有一個凹位 水聚在你前面 前面之下 又有個名堂 對著外面來講 最好有個岸山 有個山來講 你伸手摸岸 你才會做事 順利的 得心應手 最好之後 還有一層山 或者兩層山 一層山為之一袋 兩層山兩袋 三層山三袋 變成八戶猶狗 你幾袋都有錢 即是說 有間屋 有沒有無敵海景 一望無際 全部都是水平線 這個就未必是好的 對 這個呢 就是變成大海無修 一望無際 水來講 慢慢慢慢流出去 退塊 這個位置不好 這個對主人有什麼特別影響 如果對主人來講 比較反復 運程 反復 財氣 賺到錢之後 就很容易流走 當然是 拜多過收 我見港島南區 有很多屋 對著海 都有很多不同的小島 這些都叫做靚水 靚水 靚水 香港來講 東面 南面 都是靚水 還有很多小山丘 為之沙 前面來講 錢流得慢 有沙綁著你 你便聚財 如果是西面來講 因為沒有什麼沙手 又沒有琴聲 錢便花得很快 沒有錢剩 如果海 或者前面的湖 有些小船 還有沒有船 完全一些活動都沒有 有沒有分別 如果是有船 如果是大船 因為是浪大 水流流得快 快發 快去 如果是小船 如果是靜 即是靜水 更加有情 更加聚財 如果是大的船 經過來說 變得波更加大 有快發 有快去 舉個例子 住在九龍西 很多新的建築物 那裡也有很多田海工程 很多新屋 朋友可能選樓 選九龍西 那裡對著海面 那裡的環境是怎樣 那些水 叫什麼水 那邊來講 如果你看到 有沙的 有山的 就好 如果你看不到 一望無際 就不好 決定來講 你還要看左邊 有沒有包 有沒有山 比如有貴人 左青龍白 就更加好 後面有靠山 有貴人 如果前面 一望無際 那邊就不要選這種樓 那怎樣化解 如果前面真的一望無際 那些水 又不是很清 又不是夠深 那如果化解來講 我們在 或者自己屋的露台 最好有露台 就有一座 就放兩隻吸水大分像 是白石的 吸回水上來 另外來講 放兩條金龍 即是銅龍 就吸回水 因為龍來講 是水庫來的 把你的水收回 那不會走得那麼快 這樣就可以化解了 你家裡的水喉 對於家裡的水 這個環 有沒有特別的影響 如果家裡的水喉 來說 多數是廚房 最好的水喉 不要跟著煮食爐 為什麼呢 因為水火雙蔥 容易家庭摩擦 即是皮器暴躁 容易夫妻不和 家裡的親不和 所以你盡量 如果有水喉 就盡量去遠離煮食爐 更加準確一點 即是遠離要 起碼有多少尺 多遠才叫做合理 所說的標準 遠離來說 最好是五尺 但一般家庭 你都做不到 就是這麼大的廚房 即是盡量做到好一點 一家家庭來說 你要拾拾拾就很難了 總之 隔多空少便算是好的 我想問一下 現在香港 我們香港這個雲 有很多建設 包括在水上 例如這個 港珠河大橋 現在正在建 開始了 這件事 對於香港整體的形勢 在水上建築這些大橋 對香港的雲 有什麼特別影響 其實如果建了這個橋 就是把珠海大橋的濃氣 帶來香港 是會有幫助 是會急 是不會空 是好的現象 即是將那個貿易 帶進香港 將的人流帶進香港 來講 所以是好東西來的 嗯 有些屋子 或者道家屋 就建在沙灘旁邊 沙灘有時水漲 走不到十多步 就下水了 這些人說不好 這件事是嗎 對呀 我們叫各個水 對呀 因為太近之後 因為有一個煞氣來講 我們誰知道 他決定為之是近 三十呎以內為之近 三十呎以外為之不近 千萬不要三十呎以內 如果割著水會影響到你 你就多病痛 骨肉氣病 尤其是最嚴重 另外來說 材氣又會散 水沖著你 又是視機觀飛 這個化解 我們都是用回麒麟 或者是吸回 或者是大笨醬就不要用了 青龍就不要吸回那些衰氣過來 就是用銅麒麟去化殺 盡量來說 就不要緊住水那些這樣的單位 大家聽完師傅說 知道原來除了我們家屬擺設之外 我們門口對著水都很有學問 今天師傅所說 可以作為參考 命運一樣 掌握在你自己手中 謝謝你 我揹那給我揹那些 勉 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